現在對印度來說 很多人就在講嘛 你看喔 美國一直說他跟印度好麻吉 但實際上美國自己也心知肚明 那現在呢 趁著呢 現在全世界這個關係在大翻盤的時候呢 美國現在也知道了 我現在要趕快拉攏印度啊 所以呢 華府的智庫一位中國專家孫韻 他就分析 他說沒有中國帶來共同威脅感知 美印的協調合作 不會進展如此迅速 對於美印不斷的走進 中國也很難有效應對 那亞洲社會政策的研究所的學者莫涵 他認為呢 這已經不是遏止中國或反中的問題 而是關乎在亞洲建立新的一個權力平衡 也的確喔 這一次你知道嗎 莫迪訪美 美國給他一個大豐收 當然美國自己也有他的利益在裡面 譬如說呢 賣軍火 賣了這個三十幾億 那這個印度的外交部次長 他分析他說呢 22號有一個特別的記者會 美光要斥資27億5000萬在印度蓋半導體 柯林研發也要幫印度訓練6萬名的工程師 在應用材料公司跟Google呢 人工智慧中心也會在印度投資或者是擴大投資 甚至呢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 將印度科技部的進行這個網路安全 全半導體還有通訓的合作等等的 以及最其實最厲害就是這個啦 跟印度斯坦公司合作的這個有關於 渦輪扇發動機 共同生產F414渦輪扇發動機 所以其實啊 大家都在看 這一次美國到底開出什麼支票 端出什麼牛肉來給印度 讓印度有辦法真的回心轉意嗎 跟俄羅斯的關係 就這些東西就能夠改變了嗎 亮哥 不是回心轉意啦 是能撈到多少算多少 事實上真的是太聰明了 印度事實上 有人把他取了一個他的戰略啦 說叫做進取式的多邊主義啦 這誰跟我好我全部都接收 我全部都接收 那可是他跟 他沒有辦法跟美國很好 是有地緣政治上的限制 你去想一想嘛 他的位置 他旁邊就是巴基斯坦 所以中國大陸要製造你的麻煩很容易耶 而且中國跟印度的邊界有600多公里 那個阿塞克金下來 新德里只有200公里 你撐得住嗎 那俄羅斯 印度現在的軍購 有85%以上是來自俄羅斯 所以你說美國想要去 而且我跟你講 俄羅斯對印度 大部分都是給最好的 比如說S400也賣給印度 那賣給中國大概只能賣S300 那個關係太長期了啦 超過30年 事實上我跟你講 那個莫迪去美國的時候 我很罕見的看到美國兩大媒體 第一個是外交事務記刊 5月1號登了一篇文章 說拜登這賭錯了 5月1號就直接上衰 然後華盛頓郵報 在6月20號又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對不起 不要天真啊 美國啊 印度不可能是你的盟友啦 就直接寫這文章啊 所以事實上我認為就是拜登一頭熱啦 他在製造一個幻覺啦 說我們要拉攏印度哦 來對抗中國啊 事實上人家這兩個都是很資深的 國際政治的學者 他們就舉例啊 他說911的時候請問印度 那個時候華盛頓 拜託印度向阿富汗派軍隊 印度第一時間就拒絕 那美國去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時候 印度也拒絕支持啊 然後俄烏戰爭 很明顯他就是支持俄羅斯嘛 對 原油他買了多少啊 所以這一次啊 我覺得就是拜登一頭熱啊 那一頭熱 他以為這樣可以得分啊 他看到了很多虛項啊 比如說 美國的前100大的高科技公司 有20%的CEO是印度裔啊 而且我跟你講不得了啊 他的副總統也是印度裔啊 那英國首相也是印度裔啊 艾爾蘭的總理也是印度裔啊 所以他產生了一種虛項 他以為說印度人跟西方 跟安格蘇克斯是比較好的 你不要做夢了啦 你不要做夢了 我跟你講莫迪現在事實上要的是什麼 就是這些在美國崛起的那些很厲害的 那個高科技公司的CEO啊 能夠大量的到印度投資 沒錯 我現在缺缺你的擴堂嘛 對 我要技術嘛 各方面都希望 借這個時候是最好的時刻 因為印度人在美國矽谷崛起 是最多人的時候 所以他是希望科技合作啦 然後得到軍事技術的技轉嘛 那個通用電器那個技轉是真的很重要 那個是第五代戰機的引擎 所以有人就認為說 美國你是不是玩太大了 對 你這玩了半天搞不好 他跑去跟俄羅斯講 你永遠知道 對 因為這個國家長期以來 跟美國是沒有這種信任的 是 而且呢國與國之間 其實很多時候說變就變 還有美國也是啊 我現在給你簽了這個備忘錄 你怎麼知道 他最後會落實多少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這個有關於這個軍武提好了 亮哥 055型驅逐艦南昌艦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的這個055型的驅逐艦 已經有八艘了 南昌艦是其中一艘 因為最近央視曝光了這個影片 有沒有發射這個飛彈 對空對對空的導彈 這包含了055型的驅逐艦南昌艦 054A型的護衛艦 進行三天的海上多科目的考核 這個萬頓大區 就是他們在演習攔截空中目標 那其實之前很多軍事專家也分析過 055這個萬頓大區 其實美國會怕 對 這個應該是中國大陸 目前海軍最有 最有效的主力 那當然未來 如果還能夠裝更遠程的飛彈 那更好的雷達 那以目前他現在的一個裝飾 但是事實上連航母看到他都要畏懼三分 所以他不會只做八艘 他至少會做到12艘 對 而且目前八艘都已經入列服役了 不 理想他如果這種驅逐艦等等 還有航母艦隊越來越龐大 那他怎麼可能屈服在第一島鏈內 所以就是未來 一定會往外走 一定會往外走 所以以後可能關島會常常看到中國的軍艦 對 所以也不用太 就是又把它聯想成怎麼樣怎麼樣的 因為你看喔 美國一天到晚也在南海演習 美國這麼遠跑到南海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再幫大家最後腦補一下 如果說05萬噸大區 它可以配備英級21 先進的反艦高超音速導彈 那這個呢 你知道嗎 它的速率有10馬赫喔 任何的反飛彈武器 都沒有辦法攔截 那就是之前很多軍事專家 跟我們分析的 他說你看得到 但是你不見得攔得到 他說呢 其實這種超高音速飛彈 是沒有這麼好攔的 所以英級21還可以幹嘛 航母來了 他可以瞄準航母 而且呢 他的這個距離是非常遠 他不用說到你門口 他可以在很遠的地方 就已經對你進行瞄準了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會趴 好 那這個影片呢 也是最新公佈的 一個一支影片 讓大家看到了 中國大陸人民海軍 他們的最新演練 他們實戰實練 實戰演習 所以他們想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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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